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厂的舱门还没有关闭 但是地面的工作人员和工作车辆已经在陆续的撤离 好的 央视新闻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总台央视新闻记者杨洪阳 如果您是刚刚点击我们的直播 现在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执行本次运输 长额5号返回汽前往北京的飞机 是一辆运酒运输机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长额5号的返回汽是刚刚由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装载登上了运输机 他现在已经在运输机的机舱里面了 等候在经过最后的机组人员的调试完毕之后 他将乘坐这架飞机返回北京回到家里面 如果没有看到刚刚这个长额5号返回汽这样子的 这个观众也不用着急 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回溯一下 这个长额5号返回汽昨天在着陆之后 现场的搜索回收队员也是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处置 这个处置大概是分成几个步骤 首先这个工作人员是先检查了着陆器的着陆姿态 还有着陆器上面的这些元器件是否受到了损害 是否是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是给着陆器进行了断电 在断电之后对着陆器做了一个现场的处理 相信很多观众今天一觉醒来之后也是看到了 就是我们这个长额5号返回汽穿上了新衣 是一层白色的覆盖物上面有很多凸点 这个凸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暖宝宝 也是有很多的网友他非常有才 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最高级的返回汽只需要最简单 最朴素的保暖方式 也就是贴上短保的方式 也就是贴上短保的方式 也就是贴上短保的覆盖物 昨天晚上我也是在处置的现场一直待到了最后一刻才离开 现场最后是在处置完毕之后 是用我们地面回收队的特殊处置车辆 也就是我们 大的吊车整个把我们的快递小哥 我们的返回器给吊到了吊车当中 在这个吊车上面 静候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这个空中搜索回收队的这个直升机 就过来接嫦娥5号返回器来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在哪呢 在我们这个朱日河的机场 也就是说 嫦娥5号昨天着陆之后 先是被吊车 做了一个现场的临场处置 然后是由大乘这个直升机来了我们这个机场 就在不久前 返回器刚刚被我们的工作人员 装入了我们现在镜头当中的这一架运输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地面的勤务人员和机组人员正在 地面勤务人员正在离开 机组人员已经登机完毕 很快 返回器搭载的这个运输机就要起飞 它的下一站目的地是北京 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机舱啊 这个舱门的位置上有这个穿 橙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这个工作人员 也是我们穿的是我们昨天的这个搜索回收队的队服 可能有一些观众他比较关心这个返回器抵达了朱日河机场之后 他们在这里做了哪些这个林场的这个处置 我们今天中午我昨天从这个着陆点直接就从着陆点来了这个机场来机场之后也是跟工作人员简单的沟通了一下 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在这个机场是先给返回器把返回器的呃 燃料全部卸出就是清空了我们这个返回器 现在返回器里面只有这个真空的呃 一个是应该是叫真空的月壤封存罐 这个封存罐呢呃一定是要等它运回到北京之后 在北京的一个专门的环境下面进行开仓进行把这个月壤这个取出 这一项的工作流程 因为要确保这个呃 月壤不受到地球空气的污染 确保它和我们在月球上采账带回来的这个月壤这个环境啊是相似的 是相近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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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直播会一直关注飞机起飞 我也将在诸日河机场送嫦娥5号的返回器返回到北京 现在这个飞机还在工作状态 没跟小朋友讲过简单聊天 因为从昨天晚上确切的说 应该是从12月16号的早上7点钟 我的同事就已经出发了 我们当时是从那部古斯王岐的着陆区前往了着陆区的指挥中心 首先我们是进行了一场现场的直播连线 这个直播连线关注的是当时我们执行空中搜索回收任务的6架直升机抵达着陆区 然后我们陆续关注了长尔5号返回去搜索回收任务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这个节点 在空中搜索分队抵达之后呢 紧接的是我们的这个地面搜索三分队 他在下午4点钟左右就已经从集结点出发了 然后晚上的11点 地面搜索的一分队和二分队也是陆续出发 我呢也是跟随着二分队一起前往了这个 一起前往这个待命的集结点 等待长尔5号返回系的着陆 在着陆之后呢 对返回系进行一个现场的定位 定位之后呢 我们从二分队赶往着陆现场 但是呢 当时我们的这二分队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呀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出现了一些意外 就是因为我们在前往着陆点的路上 因为积雪太厚了 这个车陷入了这个积雪之后是导致这个 陷入积雪之后导致这个车出不来了 最后呢 也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地面搜索分队的 公司车进行一个现场的救援 把我们的车拉出来之后 我们才得以积雪的景地 所以导致我们到达现场稍微 看过新闻的观众 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啊 现场啊 谁是第一个看到我们的那个场合五号的轴红戏 谁是第一个牵收五成五号 从月球来的这个快递的人呢 他也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小动物 这个小动物呢 也是众多分语 有人说他是野兔 有人说他是小狐狱 反正啊 他是一个动物 这个小动物呢 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第一个牵收百姿月球快递的居民 马上一天 我们本来是一个王军 我们现在看到飞机的这个机车的路人员 已经全部登机了 我们给一个机场有特写 接下来机场应该刷冠冰 向他们刷冠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你现在正在观看的是央视新闻正直播画面当中的这架运输机呢 正在执行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这架飞机的机舱里面有一位特殊的乘客 他就是我们嫦娥5号的返回器 他将搭载画面当中的这架飞机返回北京 接下来在返回北京之后呢 他需要进行一个开舱的工作流程 开舱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 就可以打开我们来自月球的这个 有网友开玩笑 戏城是来自月球的土特产 今天这个天气也是不错呀 明天气温也是有个上升 现在机场的气温大概是零下十度左右 这样的天气也是非常轻暴 所以很大 飞机的起飞和飞行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 好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飞机的引擎起动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 机场舱舱舱舱舱舱的关闭 已经在完成领域检查之后 好的 机场的最后一辆地面工作的这个车辆也已经失离了 最后两名机组工作人员也已经登上飞机了 再次个路口 入口 入口 进口 在洋宅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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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应该可以从声音里面听到 飞机现在这个发动机已经发动了 飞机里面听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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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观众在关心 我们的返回器在起飞之后 它接下来会有哪些工作要继续 首先飞机起飞之后的下一站 应该会抵达我们的北京 抵达北京之后 现场会有科研人员来迎接我们的长五号回家 长五号返回器也会被交付到 专门的科研人员手里进行一个检验 然后是开仓取出我们从月球带回来的采样月壤 本次带回来的采样月壤 是有两种采样方式 一种是钻取 使用我们长额五号的 叫灼上组合体 着陆器和上升器 共同完成的采样 一种是叫钻取 钻取也就是 我们的这个 着陆器深入到月表之下 大概是两米左右的位置 采集的月壤样品 另外一种采用方式呢 是表取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机械臂 机械臂在月表采取了 采集了月壤的样本 所以说带回来的 这个重量大约是两公斤左右的月壤 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有地表的月壤 也有月表的月壤 也有月球表面 表面之下的月壤 而且本次长额五号 在着陆月球选取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一些特别 它的着陆点呢 是位于月球的这个风暴洋 我们选取了一块 选取的这一块着陆点呢 相对于之前人类登月采样返回的这个着陆点呢 相对而言 它的这个行程时间会更晚一些 晚多少呢 它可能会比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波罗任务带坏的月壤啊 可能是晚 可能会晚大约是11年左右 年轻11年左右 这样也是有助于 我们对 月球的这个地质形成的这个过程呢 有一个更好的研究 我们在urch子里的地方 一些都获得着陆着陆节目的 关系 但这一块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有没有 我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开始 我看有观众在问 飞机起飞之后 大概几点钟到北京 起飞之后 大概是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 还有观众在问 我们的从月球回来的快递小哥 坐飞机要不要买票 据我的了解是不要买票 他是免费坐飞机的 他不光坐固定翼飞机没有买票 他从昨天晚上 他还坐了我们的现场的特殊处置的处置车 一辆大吊车 以及他从降落点到机场 坐的是直升机都没有买票 有观众说 这是长额五号返回舱的专机 确实是专机 这个飞机上除了机组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长额五号返回器 他也是穿上了新衣的长额五号返回器 浑身贴满了暖宝宝 我们不用担心 虽然现在机场的温度是零下十度左右 而且风也不小 还是比较冷 但是我们长额五号应该不会冷 还浑身贴满了暖宝宝 我们的这个负责搜索回收的科研人员 对他的这个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 还有观众在 还有观众在关心啊 我们的这个来自月球的快递 会不会有开箱直播 这个呢我也跟大家卖一个关子啊 央视新闻会持续关注 我们这个长额五号返回舱返回之后 这个后续的对月长的这个科研工作的进展 我相信呢 这个快递也是牵动了非常非常多 牵动了非常非常多国人的心 虽然它只有区区两公斤左右重 但是呢这两公斤的这个快递啊 它是我们这个长额五号非常辛苦 它是飞行了大约是76万公里左右 它先从地球 从我们这个文昌起飞 飞到了月球之后再从月球返回 说到买票这个事情啊 其实长额五号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票 它从文昌起飞搭载的是我们的这个 中国运载能力最强的 叫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摇武运载火箭 搭载这个大火箭去太空 它也是免费也是没有买票 它不光没有买票 我们前前后后大概是有20多天 有非常非常多的科研人员 包括其他各个系统的这个人员 在保障它能够顺利的抵达月球 能够顺利的完成月表的这个采样 然后再上升交汇对接 再返回在返回地球 再着陆在地球 整个过程中20多天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工作人员 付出了持续的努力 和坚守在工作岗上 才有今天长征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孤立意义上的这个螺旋桨 已经开始发动了 我们也请我们的摄像小哥 推上去给一个特写 摄像小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摄像小哥从昨天 16号早上7点就跟我们一起出发 一路追嫦娥 到现在呢 我们也是虽然非常的疲倦 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 但是心情还依然是非常激动 非常振奋的 因为我们的嫦娥五号任务 已经圆满成功 现在呢 我们将从朱 将在朱日河机场 把嫦娥五号 给它安安全全的送回北京 好的 随着飞机发动机的发动 现场的这个噪音也开始大了起来 让我们一起住嫦娥五号 一路顺风 欢迎它回家 可以看到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发动了 然后舱门也已经关闭 现在飞机呢 正在为起飞做最后的准备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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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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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逆光,有点看不见 还有,他飞上了 刚才也是因为有一点逆光 导致我们摄像小哥没有,看不到这个飞机了 我们也希望能够,镜头能够多停留时间再长一点 能够让大家多看一会儿 好的,杨时新闻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总台杨时新闻记者杨洪阳 刚才呢,我们刚刚送走了我们这个长远5号的返回机 他已经搭乘我们的运输机返回北京了 现在的气温确实比较冷啊,零下十多度 我哥试一下小哥在呆了有四十多分钟 整个脸都已经冻麻了 但是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走回这个长远5号之后呢 我们也期待在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见到他的身影 以上呢就是我在朱日河现场带来的报道 请大家继续关注杨时新闻正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一个大小的明智 哪个大小的明智 是什么大小的明智 是什么大小的明智 我又在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